郭老师您好 然后我想请教的一个问题是 关于那个活在当下有两个障碍 第一个障碍就是 就是自己想静下来 然后想慢慢的去看自己的心 为什么会那么动荡 但是就是我感觉我一个人 就是如果只有一个人在静心的话 就觉得好像就有点跟周围的环境格格不入 然后要是人多一点 就觉得大家都这么慢慢的 就就好像有个环境一样 然后就就感觉好像有点另类 然后第二个障碍就是说那个时间方面 就是当我们有那个事情都排好排好的时候 就很容易赶时间 然后就是我们虽然说好像不要有时间像 但是时间它其实好像也是一个因缘 比如说我们晚上九点钟睡觉 比晚上十一点钟睡觉 那个身体的那个调节是不一样的 所以关于这个就是 环境还有关于这个时间方面 就是我感觉对我 对我个人活在当下是有点障碍的 所以想请教一下 有所障碍是因为你太保护自己 你把重点都放在怎么样保护自己的情况 所以你就会很多的施展不开 患得患失 所以这样的方向是错误的 因为你太保护自己 因为你太保护自己 你内心里面你有我要的 什么是我要的 什么是我不要的 那你把动态跟静态又都把它分开 认为这个动态会影响到我 影响到我所要 这个环境 如果别人有在讲话 有在动态的 会影响到我所要 不是说别人影响到我是 就是我觉得好像我一个人在那里 静静的有点给别人带来一些 好像就是 就是大家如果在切菜 或者在干什么 就感觉有点不太和谐 对啊 所以这方面就是 因为你没有融入这个当下 你内心里面还是一样 有你所要的 就是 就像在大海里面 大家可以有无限宽广的空间 可以游来游去 但是你觉得 我不要跟大家混杂在一起 我要用一个大的 笼子 然后形成我所要的 觉得这样比较安全 那你不知道说 你可以本来是在很大的范围里面 你现在去把它用个小范围 把自己放在里面 可是就是在这个时间段之前 我的心里面其实就胡思乱想 就已经很紧张了 所以我就很想单独进下 所以重点就是 你用太多时间在那里胡思乱想 所以说你冲错方向 你用太多时间就在那里胡思乱想 而不是 因为那个是浪费你的生命 浪费你的时间 浪费你的能源 然后我也觉得如果没有把事情想明白 我就不知道对错 所以我就抓这个想 把想明白了 然后再做 所以你都活在头脑的之间里面 我们一开始就提到 要放下大脑的意识 练习的放下大脑意识 练习的用生命来运作 你的生命 你真正的肉体生命 它是活在当下 但是我们那个大脑 却一直的 一直去干扰 你的生命的和谐 所以这个就形成 那些过多的思虑思维 它形成对生命的干扰 那变成自己在绑自己 绑手绑脚 是在绑自己 所以你现在是要练习着 怎么样回归单纯 不要一直在那个大脑里面 在那里想很多了 回归单纯 然后跟大家 怎么样融入当下 什么样的时间 什么样的场景 跟大家就是一体 一起运作 你不 跟大家一起工作的时候 你不一定要去 不一定要去跟人家 哈拉哈拉聊天 但是也不要把自己 就变成隔绝起来 我跟你们无关 我想跟你们有一个屏障 可是因为我怕做错 就是怕自我去伤害别人 所以你看 你讲什么 你讲什么都是自己在那里 我怕怎么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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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自己一直在那里 干扰你自己 能不能洒脱一点 单纯一点 练习洒脱 练习单纯 不要胡思乱想想那么多 回归单纯 敢去承担 敢去练习 敢去做 真诚真心 融入每个当下 回归单纯 单纯 不要想那么多 OK 我怕你 我怕你 都没想到